我爱的旅行,弯曲探店第12期 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我十分心爱的小店 是专门吃云南米线 这家店是在Sundley Angel 英文名叫10 Seconds 专门名叫10秒到云南米线 这家店的门口有非常大的停车场 容易的找到停车位 它的店面很小,但是座位还挺多的 首先我不是云南人 只是有幸去过云南一次 也吃到过云南当地很正宗的郭桥米线 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曾经试过几次云南正宗米线的人 来去品尝一下这家湾区的云南米线的小店 如果你第一次去吃 我强烈建议你点一碗金汤米线 它是我的新头爱 我现在已经点完了我的金汤米线 就坐等它上菜了 左边是一个滚烫的金汤汤底 然后右边是有它的小菜 那下菜的顺序是先放这个鹌鹑蛋 然后是放牛肉片和生菜 然后就是它一圈的这个小菜 就放下去就好 我们当时多点了一盘肥牛嘛 其实它是应该和肉一起放下去的 但是因为我们就晚了 所以就只能就后面把它放下去了 最后是把米线放在汤里 等个十秒 十三二一 好啦开动了 一口汤喝下去 就幸福的我头顶直冒泡泡 除了金汤米线呢 我们还试过他们家的麻辣米线 味道其实也很好 但是我最爱还是金汤米线 如果你觉得他们家汤太过浓潮 不要忘记点一杯四季水果茶 其实这家店离我们家还挺远的 但是我们会为了喝它这一口汤 愿意驱车将近四十分钟开过去 只为吃它这一口米线 就可见它的味道有多戳我 另外就是我每次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 然后回家又可以加点菜 加点泡面 加点肉 又吃一顿 重点是这家人均也不贵 大概就二十多块钱那样 非常物美价廉的一家店 经常也不是很多人 其实我们有的是周末 放点时间过去也基本不用排队 你也可以点外卖 然后你在网上点好之后 到那儿只要付钱带走 都是可以的 那12期 白德里一间湾区探店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